林青霞 林青霞曾在自己专栏上撰文透露 他当初拍戏的时候 曾经被黑道老大用250万台币 铺满咖啡桌让他拍戏 据他自己透露 从1981年回到台湾 后三年里他一共拍了14部戏 有不少就是大佬出资的 即使不想演也无法推脱 据林青霞透露 当时拍戏的时候 为了防止遭到其他人的骚扰或者抢人 剧组都会配备保镖 随时都准备着武器防身 据港媒报道 飞蛾山一豪宅突遇火灾 大火连烧数小时才得以扑灭 而这处失火的豪宅 正是林青霞60岁生日时 丈夫行李员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幸运的是 别墅出世时林青霞并不在里面 只有18个庸人和司机 还有使之看门拱 而消防员赶到后 及时疏散别墅内的人员 所以现场并未有人受伤 据悉 这处豪宅当年依山而建 耗时八年 曾被媒体誉为皇宫 而这座皇宫别墅 还只是它休闲度假的地方 并不是常住地 1994年交往了半年多的林青霞和行李员 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了婚礼 因为林青霞喜欢香槟玫瑰 所以光是婚礼上使用的香槟玫瑰 行李员就花费了大量彩礼 从世界各地的花卉市场预订空运的500万朵香槟玫瑰 据悉至少花了700万美元 为了防止记者用长镜头偷拍婚礼场面 行李员还花了25000美元种植树墙 林志玲 2005年 林志玲受邀去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场登台作秀 美国华美娱乐公司开出10万美金的高价酬劳 林志玲一到 主办方却要求林志玲陪一些有钱人吃饭 赌场人员承诺 钱不够可以在家 林志玲当然懂他们的意思 当场气到落泪 言辞拒绝 结果他们一怒之下就把林志玲关在酒店 还找来洛杉矶帮派华清帮 十几个大汉围在林志玲的门口逼其就犯 林志玲万般无奈之下打电话给邱黎宽 邱黎宽动用了几乎所有关系 找当地的帮派竹联帮帮忙 最后经过谈判林志玲才被释放 安全回到了国内 林志玲最为广为人知的一段恋情是与严承旭长达13年之久的感情纠葛 两人一度被看作是金童玉女 从传绯闻到恋情曝光 从恋爱到分手再到复合 但最终也分道扬镳 不免让许多网友为其惋惜 自从林志玲结婚后 就鲜少看到她出现在大众的事业中 但关于她婚姻的留言一直甚嚣尘土 之后林志玲夫妇合体拍杂志 并接受采访分享婚后生活 攻破了婚姻传闻 黑子梁萍曾经接受采访时表示 对于婚姻 两个人是否能够幸福地走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林志玲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王祖贤 1987年 王祖贤在拍《芳草碧莲天使》 和男主角齐琴假戏真作 和齐琴相恋的那段时期 几乎是王祖贤一生中最为幸福的过往 后来王祖贤在香港打拼 孤独和社会混混的骚扰让她无所适从 这时候 富商林建月对王祖贤发起了猛烈进攻 对她的困境频频援手 孤单又无助的王祖贤 仍然保持和林建月的距离 直到林建月声称要和妻子谢玲玲离婚 于是王祖贤同意了 当年王祖贤跟林建月相恋时 林建月买了一套价值1300万港元的豪宅作为礼物送给她 但林建月并没有付清权款 王祖贤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供楼 打算将此豪宅归还林建月 最后 王祖贤的豪友得知此事后 便与自己的富豪男友商量 最终豪友的男友出手帮忙 花了2000万港元买下了豪宅 让王祖贤套险千万港元 移居到了加拿大生活 解决了她的财务危机 后来齐勤创作了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首歌 两人最后再次走到了一起 本来两个人已经开始准备婚礼 不料齐勤的前女友带着私生子找上班来 1994年 拍完青蛇后的王祖贤便淡出了影坛 2004年 她毫无预兆宣布退出娱乐圈 如今 王祖贤安静享受在加拿大的隐居生活 希望她能平静且快乐地安度余生 肖强 1995年 肖强被言情女王琼瑶看重 出演了琼瑶的经典言情剧《一连幽梦》 肖强也凭借此剧成功踏入了影视圈 一跃成为了娱乐圈的当红影星 1999年 肖强凭借《小李飞刀》成功打进内地 那一年 她的美艳惊艳了全国观众 与此同时 她也成为了无数家庭主妇嫉妒的目标 现在房间依然流传着肖强将近12段的风流情势 传言她曾几度被富豪包养 还被传出多次插足别人的婚姻 然而遗憾的是 经历过形形色色的男人之后 却仍然没有一个男人入得了肖强的眼 所以 最终逼得肖强选择了包养别人的路 在她51岁的时候 恋上了一位90后的小鲜肉 而这一位幸运的小鲜肉仅仅只做到了一点 那就是听话 虽然近几年的肖强身陷整容风波 甚至还有人说她嘴巴和脸都歪了 可这丝毫不影响肖强与小男友谈恋爱 她还很欣慰地说 自己很享受现在的生活 肖书胜 2021年电视剧《斯卡罗》预告片中 看到了一位久违的身影 这位身穿旗袍的中年妇人 她画着精致的妆容 却无法掩盖脸上的浮肿与皱纹 宽松的旗袍底下是稍显肥胖的身材 如果有人说 这就是当年的台湾第一美女肖书胜 许多人会表示无法相信 毕竟在大家的印象中 肖书胜是有着迷人纯净的脸 脸蛋和一副火辣的身材的 提起肖书胜 绝对是娱乐圈轰动一时的人物 未满18岁的她就被捧红 凭借清纯甜美的外表 被称为宅男女神 可惜 如此的大好前途 却被她自己一手毁掉 她因为染上了不良嗜好 三次入狱 早已遭到众人唾弃 如今的肖书胜 也已经为她的荒唐和无知 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现在的她也许更适合过普通人的生活 刘嘉玲 香港女星刘嘉玲在1990年时 曾被黑道绑票三小时 而这煎熬的三小时内 刘嘉玲究竟经历怎么样的痛苦 只有她自己清楚 等到刘嘉玲平安回来后 众人追问这中间发生什么事 而梁常伟只是默默地在旁陪伴 当年曾志伟吴君如邀请刘嘉玲打麻将 曾志伟当时还说要开车去接她 但是刘嘉玲拒绝了 就在她自己开车去曾志伟家的路上被绑架了 当时曾志伟等人还在家中等她 过了好久也不见刘嘉玲来 直到保安来通知他们说刘嘉玲出事了 她的车刚在门口撞到了路边栏杆 而人被强行掳走 众人立即报警 梁朝伟收到消息后赶紧前去找人 警方到达现场后发现 现场的情况 刘嘉玲车上的安全带都是用刀子隔开的 直到三小时以后 刘嘉玲出现在曾志伟家门口 当时在场有刘嘉玲的许多朋友 众人连忙问她发生了什么 刘嘉玲说只是被劫裁 当时有人猜测刘嘉玲之所以被绑架 是因为她不配和黑道势力合作拍片 也有人说是刘嘉玲得罪了某个大人物 遭到了大人物的买凶绑架报复 众说分约 没想到在2002年 香港八卦杂志《东周刊》的封面上 赫然出现刘嘉玲被绑架后拍摄的布亚照 刘嘉玲只能承认自己被拍了照片 幸好当时刘嘉玲身边 不仅有力挺她的粉丝和全内好友 还有不离不弃的梁朝伟 陪她走过布亚照风波 田丽 说话如此大胆 丝毫不怕得罪人 田丽从一出道就如此 这或许和她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在田丽16岁那年 父亲因为被朋友蒙骗 公司不仅破产还负债累累 懂事的田丽为了帮父母还债 不得已踏进娱乐圈 大胆的她从不畏惧别人说什么 拍摄了一组写真照 照片一出立马卖脱销 田丽也因此获得了台湾第一美人的称号 当年34岁的田丽 凭着风云之雄霸天下中 言吟一绝 火遍大江南北 之前有一位女演员找她 让她到房间里一起谈论剧本 等田丽按她要求到达之后 发现是一栋私人会所 田丽这才知道自己被人耍了 性情耿直的她 直接头也不回就走了 后来在一次采访中 田丽就把这事说了出来 揭发娱乐圈中潜规则的黑幕 因此得罪了许多圈内大佬 1992年 刚留学回来的田丽选择再次复出 刚发布复出消息 就被邀请参加细说慈禧 也就是在这时候 田丽认识了她的第一任男友马景涛 但没过多久 田丽就宣布与马景涛分手了 分手后 田丽很快就与陈定中相恋 步入婚姻殿堂 可惜好景不长 陈定中婚内背叛了田丽 两人因此离婚 而田丽的第三段感情 是与小自己13岁的李宇泽走到了一起 但因为工作原因 两人聚少离多 还是以失败告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